第二百九十九集,魏无羡放下饭碗走到庭院,看见一只白鹤正停在他和蓝望鸡的门口,笔直的双足和高昂的头,骄傲地站在那里。 魏无羡走了过去,摸了摸白鹤的头,仙君,你来了,我带你去看蓝站。 魏无羡走在前面开了门引白鹤进去,那白鹤走到床前,低下头看蓝望鸡,不知所云地叫了几声。 那声音听起来似有丝丝的哀愁,仙君,你帮我叫醒蓝站,让他回来。 仙君,请你帮我。 魏无羡对着白鹤连连行礼,白鹤伸出脖子,把头挂到魏无羡的肩膀上静静不动,似是跟他表示,我没办法,我也很难过。 魏无羡搂住白鹤的脖子,好一会儿,流下了一滴眼泪。 蓝望鸡安静地躺着,魏无羡和白鹤都无声地站着,沉默地近乎凝固。 沉默的是让人心碎,近乎绝望的心碎。 魏无羡松开白鹤坐到床上,帮蓝望鸡翻一下身按摩一下身体。 自从蓝望鸡睡下以后,魏无羡每天都会给他翻身按摩,怕躺久了气血不畅生入窗。 当魏无羡掀开蓝望鸡后背的衣服,发现脊背的中间有一个红垫。 仔细一看,是有一小片皮肤发红,有点破皮发炎的迹象。 魏无羡心头一疼,扇了自己一扇耳光,怎么这么不小心? 蓝战肯定痛死了。 魏无羡连忙去找蓝消毒水和药膏,来给蓝望鸡处理。 蓝望鸡的身体如有问题,就是自己的失职,太粗心了。 平时蓝战士如何对自己习心照顾,而现在他无法自理,自己却把他弄成这样。 魏无羡自责,心痛得无以复加。 蓝望鸡如白玉的肌肤上,出现一小片红色,显得特别的鲜艳, 如血里的一朵红梅胶叶欲滴。 然而,在当下,却是危险的标志。 卧床不挤的人,最怕肉疮的出现,如果护理不当,会有一系列的状况发生。 魏无羡无法想象,更不可能让其发生。 魏无羡心痛得为蓝望鸡消毒按摩。 图上要高,满满地跟蓝望鸡说。 蓝战,对不起,是我的错,你是不是很痛? 肯定是痛的,以后绝对不会了。 我一定注意,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。 蓝战,你听到我的话吗? 听到的话就快醒过来吧。 白鹤伸出脖子,用嘴碰了碰蓝望鸡的脸。 蓝望鸡的嘴动了一动,魏无羡激动地喊了起来。 蓝战,蓝战,你再动一下。 仙君,你再碰他一下再碰一下让蓝战醒过来。 白鹤果然又去碰了碰蓝望鸡的脸,亲密地磨了一下。 但是蓝望鸡一点反应都没有,魏无羡不禁深深地失望。 蓝望鸡在刺骨的寒风中跪着,全身已冰冷发麻,而大殿里静得如凝固了一般。 心头的痛已让蓝望鸡的大脑停止了思维,剩下心香一半点燃着一个人的名字。 忽然,蓝望鸡听到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传来。 没仙子,你先下去吧。 还有樱花讨花礼花信花仙子。 你们先来施法,接下来才轮到我们。 接着,有一双俏丽的足尖停在蓝望鸡的眼下。 一个温柔的声音响起,你是谁,怎么跪在这里,不冷吗? 荷花仙子,你不要管他。 天津在罚他,他是谁啊? 韩光君。 韩光君是谁,为什么要罚他? 荷花仙子,你不要多管闲事,他只是个凡人。 一会儿几位仙子拨完了花,就轮到你了,还不赶紧走。 蓝望鸡闻言,直到已经一年过去了,百花仙子要去散花,又是一个春天到了。 蓝望鸡的泪,再一次滴进了云海之中。 他的卫英在下界,是如何挨过那孤独的时光。 他的叔父他的兄长,该如何去面对那个没有意识的亲人。 蓝望鸡心如刀脚且无能为力,但无论如何他都要赌这一次,才能回到魏无羡的身边。 但对魏无羡有信心,他相信魏无羡会守着他,但他不敢相信天津是否说话算数。 蓝望鸡心里不停地默念着魏无羡的名字,他希望他的意念魏无羡能感受到。 月枯仙子悄悄地躲在大殿的柱子后面,观察蓝望鸡,眼前这个人是肉体繁开。 可是他浑身仙气,比天上的神仙便是超一出尘。 他的清冷高洁,让他完全跟这个世界疏离。 他遵从自己的内心,爱他所爱。 这样的一个凡人,让月枯仙子越开越爱,只想能拥有他,守着他,和他在寒冷的天上度过漫长的岁月。 如果身边有了他,长生不老的煎熬定会变成瑞月如梭光阴似箭。 然而,他知道,他现在在去跟蓝望鸡说什么都是徒劳的,只有他心碎了,他才有可能得到它。 而魏无限,会不会让蓝望鸡心碎,他不知道,或许。